目前我們現在遇到的狀況是 我們貼了貼圖 我們失去了我們蛋的材質 沒貼貼圖才有我們蛋的質感 那我們要如何同時讓這兩個件事情存在呢 其實我們就把它這裡 我們可以用材質混合 我們利用把它想像成 蛋跟表情 它是兩個質感 然後我們用alpha的方式 將兩個質感做混合 然後怎麼做呢 我們這裡複製一個 shiftd複製一個我們的材質 有node-rangular的狀態下 add-on下我們按ctrl-shift 選到我們的材質 按ctrl-shift點一下 它就可以快速切換到不同的節點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看這張貼圖的話 我們可以按ctrl-shift 去顯示我們這張貼圖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將這兩個材質做合體 然後這個材質我們這裡 alpha貼上來 我們把alpha接點貼上來 這裡我們會發現 它這裡alpha其實沒有作用 我們這裡材質我們貼到 材質往下拉 我們把它的alpha clip打開 你看 就這樣的話其實就是我們把它想像成 我們這張貼圖把它貼到 這個蛋上把它貼上來 有沒有這樣其實 它就是有材質的 它就是有臉的蛋 好 這裡其實這裡是讓你們先了解說明 其實這裡alpha我們不是要作用在這裡的 好我們要創建一個shift-a 創建一個shader 它叫做mix shader 它的作用是將兩個質感做混合 把它拖到上面 它這裡有兩個shader 我們把它疊在一起 有沒有看到 現在貼圖是透明的 它是兩個質感去混合 所以 那我們拉到 下面 完全沒有的時候 它是顯示上面 這個材質 好到百分之百 是下面淡的質感 好這裡 我們要如何控制這個alpha的範圍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alpha連接過來 告訴他說 我們要貼在哪裡 好 現在這裡的位置是反的 我們可以拖拉 我們將 我們的表情 做切換 有沒有 這樣我們蛋的表情 就貼上來了 我們可以用mix shader 將兩個質感 做混合 這是一種方式 這是 如果我們的表情 眼睛這裡 我們想要不同的質感的話 像我們specular 這裡是蛋 我們想要表 臉的specular比較強 roughness比較弱 就做這樣不同的質感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 來混合我們的貼圖 這個是用質感的方式做混合 如果我們要針對貼圖做混合 這也是可以的 這個我們來命名一下 這叫material material material mix 用貼圖混合的方式 來 將我們的質感做混合 這是方法一 好 下一節我們就會用貼圖的方式 來將我們的蛋的質感 跟表情做混合